中国近来时有退议老兵聚集抗议 有网民10月6号表示 近日有遇签名老兵聚集在山东青岛平渡市集体维权 被警方清场 多人被不明身份的人士带走 其后在山东江苏等地陆续有退议老兵开始集结和示威抗议 有消息称当局在星期六的时候派警员到达现场 并与示威老兵爆发激烈的冲突 从拍摄到的片段所见 警方在示威现场释放催泪弹之后 大量聚集的老兵向四围逃散 也有在场老兵手持疑似木棍等武器 集体向在场的警员围堵和实习 另外有部分老兵手持烟雾喷射器 向一些站在车顶上的执法人员喷射不明烟雾 据报道 也有老兵被多名执法人员合力制服在地 不少受伤的老兵在当地医院接受治疗 好了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新闻实时报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